这个机械室的位置 机械室是往这个小门的位置转 那个地方是只有几个短板的 也很难去逃脱的 只能够往那个小船的方向转 这时候须友是真的是找不到人了 这个球太伤了 因为它拉了很远的一个出门 是拉了一个反向的一个距在家 那个草丛是很挡视线的那个位置 这边是直接丢失了机械室的 开了小竹子弥补一下心里的创伤 这个位置再次装上一个两件套 风力加上推进器 这边想去再去找一找 这又捡到一个加速 这边是直接一个加速 推进器看它能不能反应的过来 会不会自己撞墙呢 然后它其实证明它真的是一只灵活的小丑 这个地方是从海滩带着一个推进器 是直接再次击倒了机械室的一个宝宝 最远距离直接就冲过来把这个宝宝给锯掉了 算是一个对角线了在这个位置 机械室就应该没有宝宝了吧 而且机械室还是爆点了 在这个位置 机械室还是有一点 显示了一个问题 对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来拉了剧 想操了一波但这边闪现好了 看一下这边怎么处理 闪现吗 好这一波闪 闪现剧也是同样的剧本 再次重现在同一剧当中 对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技能和同样的操作 和同样的结局同样的椅子 好这边是还是挂在了 这一只我看过是不是卡别了 哎是不是重放啊 感觉好像跟开局好像差不多 也是减了一个加速 但是这一次爆爆熊是满血的 看他还会不会再找机会过来救吧 但是这边挂上了位以后 还剩两台电机 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 现在是上了一个钻头 会不会想搏一个 厄运阵射呢 厄运阵射有没有能眷顾到他呢 并没有给机会呀 现在已经没有厄运阵射过来 但是机械师是要飞了 博西太 就不就哎放了 放了过以后这边 我们看到 这一下是A到了雨上 但是他可以不用管这个前锋 他是有钻头 选择是直接挂 对他是 是吃了一钻吗 还是吃了一钻 这个位置我们看机械师 把自己的宝宝赶紧去拉走 是想要去追一下 救一下这个前锋 但是没救到 在这个位置 机械师最后一个 最后一台电机了 最后一台电机了 很危险了 这边我们看到 远点人黄机是这个地方在修 这个地方装推机器过以后 就直接拉过来 而且电机是已经开了 并且他在这边找到的是年华 并没有能够找到 这个机械师的位置 好像是没有带 挽留这样一个技能的 在最后时刻是选择去 追一个调香师 这个位置是有一点 难受 这边 就算是调香师倒的话 他也只是一挂 所有人都还可以 被争取到很多时间 这边如果调香师 成功跑到大门的话 大门是已经开了 这边没有挽留技能的话 调香师是要走了呀 这是四跑了呀 另外两个门 另外一个门 这边是也是要开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第一局的RG的小丑的话 就暂时以凌莎先告败 但是要看一下 Sixman会是什么样的成绩 如果说RG的求生者 同样是四跑的局面的话 还得比时长才能知道这个结果 对 我们看到 其实刚才那一局 操作真的是非常精彩 非常地激烈 就是一步 那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还是要看Sixman 是要拿出怎样的一个监管者 来克制我们这边 而是RG这边战队的求生者 也是非常强的 RG里面的 你像是包括徐伟他自己 还有就是西索 西索呀 都是使用那个空局 使用那个前锋会特别的娴熟的 所以说像刚刚 抱抱熊那样的一个 很有大局观的 一个很及时的撞业 可能会在RG求生者当中 会进行实现 对 首先我认为 最不可能出现的可能是约瑟 他们两队都会使用这个 尽管者特别的少 对 因为 怎么说呢 首先你把时长放在那个地方 首先是一个小丑 那RG是并不 并不是没有可能去 有四跑的 那我们首先要 在时间上尽可能的所有差距了 那在其他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丑 或者是红蝶这两个监管者 好 我们看到果然还是小丑的 图上是胡锦村 是由 Six Man的 Alex使用的小丑 对抗的是RG的空军机械师 调箱师以及前锋 前锋是虚伪的前锋 空军是西锁的空军 那这边也是运气非常好 开局捡了两个推进器 在这位置去海边看一下 我是不是也有箱子呢 哦 没有 同土夫不同命啊 但是他刷的这个位置也相反啊 可能在另外一边海边有呢 好 这个地方再次捡到一个风意 又捡到一个推进器的这个地方 这局推进器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然后同样的结局 也是开局前锋在危险机的位置 但是直接就中了这一次了 在仁皇这个地方是追到了前锋 前锋就是虚伪的前锋 我假装是聚我是真的吃聚 那我们这边看到 其实技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换成了传送 那这个位置观察一下 其实放弃了追击前锋这样一个 承认者 这边是选择来到船头 追击前锋 船头也是属于比较危险的机子的位置了 虽然是这里有很多板 但是这里是属于这个尽管者高发的地段 会过来捡东西 好 这边是利用香水 进行了一个回溯 这边两个人 这个板区是下吗 不下 这个小区虽然是板子很多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板队 要转出来的话是很困难的 基本上你要么在这里溜完所有机子 要么你就肯定会上输的 好的 这个位置感觉还是要下板子了 逼过一个走位然后再去踢这个板子 这边阿里克斯并不慌 再次拉一个锯 再放着香水 这边是香水用完了 然后再去两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套路 现在就我不管啊 我就死坠一个人 我先拿下第一小区 距离和时间都刚刚好 那么调香是现在就比较稳健的 用三个香水吃了三刀之后 才吃了这第一刀 真正的第一刀 就对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发挥了 这边是装上了一个推进器 再装上了一个风液 这边一个无线剧 是不是能转进这边的板区呢 我们看到前锋是刚刚摸好 想要过来陪跑 又被赶走了 又被拉了一个锯 曲也表示我很想上镜 能不能让我发挥点作用 我也要像抱抱熊一样 把你弄得就很头疼 所以说我刚来怎么怎么 我怎么又受伤了呀 他就是哎 拉过来是也是把空军是打了一刀 在这个位置 空军半血 那么他就没能 就不能这么四无四驾的来救人了 这边还有三天机的情况之下 调香师半血 前锋半血 马上就有锯了 这一下直接拉锯 应该是可以聚到的 交锵嘛 我觉得哎哎 两个相互套路一下 看没抬手 真的回来去 如果抬手的话 刚才那一下 应该是要 因为他是二阶级吗 速度很快 其实他就算是直接抬手的话 也有可能会被拒到的 所以说保险起见 还是把下个留着 对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 只有机械师是一个满血状态了 那前锋和调香师应该是在 好前锋已经在海边 被调香师摸好了 前锋摸好过以后 又被发现了 然后又开锯 开锯过以后 这边是直接 因为知道铁昂师没有技能了 在这个位置是直接选择去杀一个铁昂师 那空军 因为空军被挂的话 很慢吧 这边 好 只要我挂上一个人 在这个位置 我就对你进行一个压迫 他在装配件的时候 还是走到一个稍微空空的地方装的 也算是一个细节 如果你前锋枪来撞的话 轻易是撞不了我的 这边是直接举起了锯 这边 但是不是无限锯 在这个位置是拉 想拉吗 想变一下 并没有受骗 还不拉 这边两个人 互搏了一下 在这边调香师师 感觉还往里面转点是不太好 这边是先拉锯 打了前锋 现在还剩最后一台机子了 先打前锋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能翻过去吗 这个地方没有翻过去 直接亮机 直接太好机子了 前锋是还有半个球 而且调香是在上 还是二挂 从这边要转走的话 是很难转的 前锋必须要帮他 不然他可能还是跑不掉的 还是有机会 这边拉了一个距离 极限距离还是巨大了 没在今生情况下 如果前锋不来帮忙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点困难的 他们必须要全跑 才能够拿到平局 这时候虚伪不管怎么样 也要过来救他 所有人都要想办法过来救他 但是对于球阵的子来说 就很具挑战 他是有一刀的 前锋是已经过来了 再靠近 但是这边的门是没有开的 就算救下来过以后 也是很难的 这边是 然后这时候打个时间差 把人救下来 空军还是有枪的 但是这时候 一定要有人想办法去开门 不然肯定会有人留在这边的 空军不仅有枪 这边是把条老师 已经救下来了在这边 小丑 好 这下补了一枪 还是可以的 门能不能开 前锋在另外一边 再开门 还有一个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可能是最大的关键 要不然有可能 所有人往那个大门跑的 小丑是没有发现 那个前锋是在开小门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两个人是跑了 那这边是没有挡到这一刀 还是找到了这个条相师 竟然 那这样的话就 那上骨子 如果说前锋没有能撞这一下的话 就直接被淘汰了 是一心追击这个条相师 那么就是一杀了 就是这微弱的差别 就让这个六个人 拿到了第一个来回的第一分 然后这个地方好像发现了 还有一个人没走 这个机械师 有没有机会 再拿一个人头呢 但是地窖就在前面 没找到 机械师已经靠近地窖了 还是没有找到 那机械师应该不出意外 应该是能稳稳地走了 不管是从地窖还是从大门 刚刚那集也是非常干唱淋漓的 很快速地就解决掉了 果然小丑的局和约瑟夫的局 就是不一样 对 首先小丑 你修机的话 他并不能遏制你修机的速度 那你修机的速度 既然没有改变的话 其实无非也就拖的是 你治疗和救人那个速度 那不像约瑟夫 开镜像的话 能够整体他游戏的一个节奏 就会被放满了 对的 并且小丑他是有战术性 比如说你拿一个钻头 可以耽误人时间 也是挺需要战略意义的 同时他又有操作性 不管是推进器 还是风意 都是需要你的灵活走位 去绣操作的 所以说观赏性就很强 而且也不拖节奏 就很好看 对 因为他的节奏很紧 就是让你在整个比赛当中 每一秒每一分钟 都是看到监管舌是在干什么 就是总是在运动的一个状态 不是在开车就是在打 而且他开车时间很短 我像约瑟夫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就是开机啊守人啊 开镜像啊这种这样一个状态 那其实刚才那两场比赛 我其实不分伯仲啊 对的胜负其实都在逃离之间的 我们都看到就是刚刚的那一局 6man的监管者同样也是面对的是 就是四台机打开了 所有人都还没有人被淘汰 这样的体面 这一下就主要就是看 最后呢 一点点时间内是怎么样处理和应对的了 对因为 其实6man战队的监管人 因为是护打的嘛 因为他只要去进行一次的 就是一个击杀的话 那其实在最后是肯定选择一个红眼的这样一个技能了 那在最后的话好像是如果带了红眼的话 好像还是能留一留条红眼似的 可能技能选择 挽留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 留一个也许就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嗯对的 但是可能也是想说带闪现的话 他的速杀也会打得比较过瘾啊 而且比赛也会比较好看啊 对可能是一个是 一个打法是把重心放在前期 一个打法是把重心放在开门的时候 能够实现一个逆转 嗯 像是在前面也比较可惜吧 就是在第一局的时候 就是第一局RG的虚伪使用小丑的时候 其实曾经有机会可以驳一个厄运阵势的 就可惜还没有驳到 对是没有逃避 前锋还是绕开他了 而是直接拉个球过去了 绕开他就直接进入到那个 就是离开那个黄眼的范围了 要不然有可能 如果能够撞脸的话 A刀万一来一个厄运阵势 就出现了之前上半场的情况 对还有看一下这 这两局我们带风窗的小丑的欧黄展 能不能打出来 能不能有一些意外收获 嗯是的 那20%的几率能不能让我们再次见一见 好像在 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当中 欧黄展好像第一次打出来嘛 对就上半场能够看到一次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应该是很少带一个 那个往上点的 风窗的这样一个劲呢 所以才没打出欧黄展这样的劲呢 不然的话 我认为我们选手还是挺欧的 欧气十足的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看 嗯 G就 应该是 接下来是由 6man的监管者 还是6man的监管者 去选择地图 并且是先打第一场 我认为这边可能还是会拿出小丑 因为毕竟刚刚小丑自己赢了一场 趁着手热开车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真的 然后我们看到 像他们这两个强队的话 他们使用的 求生者的 这个角色选择上也是属于比较 科学一些吧 这种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每个在 每个人在开机之前都能活着 包括空军啊 还有前锋也都有 好 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 是由6man的Alex的小丑 在月亮和公园 对抗RG的 桥香市前锋空军机械师 阵容是不变 小丑是刷新在这边的 这个火车的末尾站吧 怎么讲 在旋转木马这一边 这个地方也是 捡到了一个 安全套 一推进器加一封印 但这个地方如果给 刚才是有被压版的风险 所以还是没有过去继续套路 哇 这个灵活的小丑 这连续好多个360度转 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想我套路了一波 因为调香师 当然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在这个位置 虽然板子没放 香水也没用出来 在这个位置 就是调香师的香水 没用出来是特别伤的 这个地方 它是用了之后没有吃到锯子 是没锯过去 对 它故意把 想把这个调香师的这个技能给 拖 时间给它拖掉 然后再去距离 毕竟我的推进器是 因为调香师如果被打 对 如果调香师被打到半血过以后 其实是它的技能几乎是算 作用就消失了一大半的 那么它现在就直接要被挂在这个角落的话 对于求生者来说就需要跨越很大一片的地图 才能过来支援了 其他三个人好像都在另外半场吧 对的 然后吸索的空军就从这个另外一个门 一直跑一直跑 爬到这边的门 是有提前有一个预判就赶紧过来了 在这个位置 过来要转射吗 并没有 这边是直接 哇 这边是换了金身 那空军这边是要直接倒地了 我们看直接一个二階锯再次拉调香 在这个位置锯子的距离不够 这边是想要赶紧装 装了一个封翼 在这个位置 哎 回头一看 前锋 小伙子敢从我后面偷袭我 好 这个地方 徐伟又来吃刀了 每一次 吃了一大又跑了 见面吃刀嘛 给队友一个擦刀的时间转移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其实 调香师还是没有转移到另外的一个点 那空军是倒地的 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就空军要即将二倒了 看看区尾会要怎样的应对吧 还有三十二秒的金身 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可能先去针对 可能会先去针对一下前锋 这个地方去套路一下 这个地方被撞下来了 还是来不及 哎 他来得及 他把人丢下来了 对 来丢下来过以后这边是直接一撞 然后 前锋的这个球还没有这么快好 对 继续还是没有好的 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转顶 这边是直接被击倒 好像是没有重伤吧 在这个位置 没有 他就吃了一个风意而已 没有吃到钻头 那这边是已经倒了 两个人了 那调香师很难了 我们看到 机械师是已经过来在摸 这边是利用一个翻窗加速 快速的靠近 把橘子举起来 两个人要进行一波性的博弈了 这边前锋站起来了 前锋站起来过以后直接被打 机械师是直接被打倒了 那这边是直接交了一个金身 连续打了两刀恐惧震射 这不很精彩啊 直接造成一个4%的一个局面 那这个地方 前锋的自愈是已经交了的 那这边只要快速击倒空军 那再去挂一下机械师这局就结束了 这一局看一下 一个重刀是直接打倒了空军 那机械师这边是吃了重伤的 只要拉去回去挂上 机械师啊 机械师这边娃娃还在 去把自己的娃娃拉到近点 啊这边 阿俊这边就直接投降了 在这个地方 因为两个队友 都没有自愈的情况之下 只要挂上机械师的话 其实虽然有个娃娃 但是作用并不是太大 虽然可能会能拉下来自己 或者是能把队友摸起来 但是还有两台还是三台机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个作用很小的 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前面的一个细节上的一个操作啊 就是小丑他用一个加速的一个推进器 去快速的去击晒掉了一个调娃娃 使得整局的这个求生者的局面就很被动 这一点就很关键 而且他是用一个投降器 去脱掉了调娃娃香水的这个时间 而且调娃娃在那个位置 如果一旦失去了自己满血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香水的作用就几乎是呈现不出来的 其实调娃娃其实很多情况下 都是依靠自己的一个回血 能够去吃更多的伤害 然后去拖延一些时间的 其实当时好像好像应该是调娃娃 是觉得他可能要吃剧了 然后就可能直接把技能给用掉了 因为我当时因为他也是 我们是那个机关者的视角嘛 他当时是旋转来旋转去也看不是很清楚 似乎是没有看到那个调娃娃的那个小小分身在 所以他我觉得他应该是秒用技能之后 可能就秒用第二段技能了 他可能就默认自己可能是吃剧了 但是奈何当时Alex的小丑这么灵活 好几次想想骗 好几次又回头 这样的一个操作 导致他进入4D就只能吃一句了 对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这条是操作还是很细腻的 而且在我们看到 后面的队友在上凳子过以后 两个人过来救 都是没有救下来的 他不仅机械师过来 想要拉人圆点打了一刀 打了一锯过以后过来打刀的话 然后再接着那个前锋过来想要撞小丑 然后再去救队友小丑直接开了一个金生去 前锋虽然说及时停住了球 但是也没有逃脱到被击倒的命运 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金生 他要么就是可能容错性低就没有其他作用 要么就如果说是你前期第一个人都拿了很快的话 后期就会可以拿到一些主动权 就会防止别人救人 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收获 就像刚刚这一局这样 他在前期没有闪现的基础上 还能够这么快的速杀 就是在后面就防止这个空军救人的话 就又变成马一瞪一这样的质面 就有吃到不少的便宜了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在同一局当中 既有前锋又有空军的状态之下 很多的监管者都会选择优先带一个金生这样的特质 就是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调价是他可以选择 开了技能之后他先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受伤 如果说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他应该直接往锯子上冲又或者是直接把旁边两个板子先下下来再说 这样会选择会更好的 而不是纠结于不翻板子 然后在那里等技能就不保险就不好 用我的香水去换你的推进器是吗 当时他是技能用了然后自己还受伤了 然后被逼在了这个过山车的终点站后面 就是一片很空旷就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给你转点的地方了 他就只能够硬生生的吃掉第二刀就只能秒到了 就很可惜了 而且在后面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生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不仅仅是扛撞而且扛枪 在这地方空间过来救过以后倒在地上就在也是站起来过 站了几秒钟一瞬间就没了 那后面前锋也是交自愈了 然后也是被精生恐吓是快速拉球也是没有办法 还是击倒了 精生在这一局的作用当中还是作用非常大的 就是怎么说呢 这整个一局当中除了操作 而且这个特质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收益 我们看到之前在A到那个徐伟的前锋的时候 然后徐伟他是从后面来的 但是他并没有是转过来 所以我并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前锋就直接贴脸在追 这也并不太符合逻辑吧 有可能应该是从远处转过来 然后但是可能被Alex看到 然后就转头A掉也有可能 但这样的话就是说明Alex的一个细节上处理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就会比较厉害了的一个地方 就是徐伟他的前锋当时已经赶到了嘛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在Alex的背后 然后直接被吃一刀嘛 那个局面就比较奇怪 他应该是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会在远处撞过来 然后牵制Alex才对的 想要去掩护队友进行一个转点 但是被监管者发现了 然后就变成见面又来一刀了 就像之前那一局一样 我想牵制你 结果就牵制未遂 反而就一直在被投资 我偷偷地跟在你后面 想要去撞你一下 但是无奈被发现了 我不仅没撞成功还吃了一刀 嗯 我们因为看到这个视角是 并不是这个 监管者本人的视角 而是由我们自己去操控的视角 是 是监管者本人的视角 他现在是视角跟随的 是吗 对 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他是那个 就是直接就看到 他一掉头就直接挨到了呀 所以就很不太一样 我们看了这一局是 RG的微笑使用的这个监管者 使用的小丑 对抗的是Sixman的魔术师 前锋 调箱师和机械师 然后这一局他们没有空军 使用的是调箱师加机械 调箱师 机械师加魔术师 然后就原来是前锋一个这样的阵容 那我们看到给RG战队这边的压力 是非常大了呀 这个位置看一下一个无限锯 对 一个重弹压在微笑身上 必须四杀 好 在这个位置再去捡几发零件 但是离了最近的是一个调箱师 其实无限锯给他并没有拿到 并不会拿到什么优势这个地方 再套路一下这个地方直接开车走了 我不跟你玩了 这一套锯子的灵活程度一看就是 顶尖高手的操作了 这个位置就是上一局你跟我玩套路这一局 我也修给你看 你看我这个锯子 都是灵活的胖子啊 一个三百斤 一个四百斤 不相伪众 哇 这一下爆爆熊的前锋就秀出了 他的招牌前锋的技能了 我让你直接拉球去把无限锯给打断 对 我看你还不停还想套路我 对吧 我直接把球拉过来 我是吓他的啊 是吧 我并不受你的灰射 这个地方就很伤了 这个无限锯拉的时间非常长 然后这边被装弹过以后还剩三能电机 再次装无限锯再往这边转点是 看见了机械师 这边再进行一个套路 我看到机械师的导包好像是 还是没有放出来了 这个地方还有机会 一个闪现 是直接打了一孔击震射在这个位置 好像是还是没有放出来娃娃的 那前锋也是没有 因为他没受伤嘛 也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往这边赶 那前锋是已经往这边来了 另外两天电机的话 在他救下来救下来之前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开的 在这个位置两个人相互套路一下 那这局能否成与败就看这一次救人了 这个位置直接拉球拉到旁边 开锯 开直接一个板 好 这边人拉下来过以后 没有拨命 看一下这个板那么放下来 直接把这个板放下来过以后 这边闪现还在cd 锯子也在cd 好 这边前锋是没有办法去 再去追了 只有回头去追一个机械师 我看机械师这边的娃娃还是没放啊 我就不放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边是放出了娃娃 然后一个灵活的一个拐弯啊 直接把娃娃绕开了 然后第二时间再去把它补掉 嗯 这也是及时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范围 这边 就我觉得非常商量呀 因为没有精神的话 前锋虽然是一个半血的一个状态 那 能够及时的撞一下一次或者两次 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地方倒 小手走不过去嘛 小手能走过去 这个地方直接开锯 拿球 他这一锯非常的可惜 他用的是推进器的无限锯 但是没有把前锯给锯掉 可是就算是锯掉的话 他们机子已经压好了 这个位置 留下娃娃 再锯 其他人 其实并没有突然很多的时间在 在这上面就要回去要打掉他的机器人 打掉机身柜以后 挂上过以后 四台 还有三个人哪 这个位置 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所以说其他三个人应该可以说 顺利拉开大门 都在另外一个门 那应该是没有悬念了 好 最后再在周围再巡视一下 并没有人会去 绝意去搏一搏的 好 三个人也都非常稳健 都拿下了这一场 来自今天的一个比赛胜利 好 结局 那么 那么就要恭喜 恭喜 6man 6man 以2比0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成绩 拿下今天的比赛 Educate 好 我来 谢谢